22日一早 普丁的部分征兵令开始执行 最先被列入征兵名单的 是俄乌边境城市贝尔格罗的南丁 军方派出了巴士 在城镇强行载走新兵 更传出在新伯利亚东部的布里亚特州 军方直接闯入大学校园 强行带走大学生 受访的年轻人甚至没机会 和母亲道别 在莫斯科则是有中年大叔 向媒体抱怨他没有当兵经验 竟然也收到兵单 尽管普丁声称 战斗部队 但显然第一批被征召的后备军人 几乎都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 反征兵的母亲们知道 将直接被送去当炮灰 结果俄罗斯上演群体大逃亡 芬兰单日涌入五千辆车 南部乔治亚洲边境 同样是满满逃亡车潮 直接把边关塞好塞满 收集内情人士指出俄罗斯官员 对于普丁决策不满 对于乌克兰攻守策略 军中存在重大分歧 下次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丁决定 全面接管军权 直接向战场上的将军发出指示 相当不寻常 三地新闻谢邻军报道